校美一開大批學生蜂擁而入 不過過年後緊接著就是開學日 但許多學生都還沒有完全收心 討厭上課 他會遇到那個新的課程 學校表示學生要收心 最重要的還是要家長協助 有家長在開學前就提早帶孩子到學校走一走 也有家長和孩子一起準備開學作業 前幾天就說要慢慢收心 不能說一直要玩 然後準備一些開學的功課 帶他到學校走一走 然後跟他說要準備收心 還有不同的原住民族語親切問候 今天除了是開學日也是世界母語日 台北市不愛國小的老師和家長們 換上各族群的傳統服飾列隊迎接 希望孩子學習自己的母語 也認識多元文化 老師帶著學生朗誓越南過年的吉祥話 還戴起手套一起學習包越南圈捲 108年即將上路的12年國教課綱 將新住民語納入母語課 台北市從上學期開始 率先在四間小學先行事辦新住民語選修課程 我們現在目前的母語包括原住民語言 那包括閩南語包括這個客語 那新住民 因為這個部分是選修課 所以孩子可以根據他這四大族群 去選擇他們的語言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 目前還是選閩南語的學生占大多數 未來希望孩子們也能選 除了母語外的其他語言 讓語言成為認識世界的工具 人事新聞綜合報導